為何要踩到紅線呢?請問 動不動就紅線 看來你好像在看MyRadio的節目 對,我在看毓民踩場 不過我也在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沒甚麼看 那倒不會 直播和重溫環球全地球都會看 那就很好 不過有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想賣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就請到 賣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賣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我最近有幾個朋友忽然間跟我提起 她說香港現在真是 好像快要把隔壁趁的格局 為甚麼呢 她說 港鐵有沒有試過兩輛列車箱撞的呢 我記憶中就沒有了 撞到爛了 她看不見 大家看回新聞圖片 她說為甚麼這個林鄭月娥 做了17年7月1日上任 到現在還未夠兩年 香港搞到粒粒亂 她的腳頭真是很差 我說不能這樣賴她的腳頭不好 這是制度的問題 她說一定是說她的腳頭不好 我說她的腳頭不好 她有機會連任五年 如果你現在這樣計算 她這一任要做到2022年 再做一任要做到2027年 我問你飆汗了嗎 如果你以為她的腳頭不好 就像搗碎家 是吧 那真是大領落了 前天港鐵兩列列車 即是凌晨時分 測試新訊號系統期間 在中環站和金鐘站之間相撞 撞到爛了兩輛車 那些人當然會這樣想 你現在是訊號的測試 但是如果是坐了有人在那裏 那兩輛車這樣撞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老實說 這是重大的災難 好了 那麽有立法會議員 就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通常立法會是這樣的 平時開大會的時候 有一個議程 就是立法會議員提出質詢的官員 坐在那裏 相關的局長 就要答覆議員的口頭質詢問題 譬如那條口頭質詢 跟修訂逃犯條例有關 那保安局長就負責去答 那條口頭質詢的問題 是關於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 那問一下教育局究竟 你們有沒有做一些 所謂對教師的壓力測試 這些工作 或者之類之類 那條問題 就是我教育局長去答的 那這個叫口頭質詢 另外一種叫緊急口頭質詢 口頭質詢一早就排好了 譬如你議員提口頭質詢 在很早之前就要提定 然後大家要輪的 還有有機會可能是會抽籤的 但是緊急口頭質詢 立法會主席批准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件事事態嚴重 必須要在立法會做緊急口頭質詢 那就要問了 立法會主席就自己做裁決 究竟這個是不是緊急呢 有議員提出 這個港鐵兩列列車 在測試新訊號系統期間 在中環和金鐘站互撞 這件事呢 要提這個緊急的口頭質詢 就要運防局長來回答 怎料這個梁君彥呢 這條大口狗就說 這個沒有迫切性 即是不符合緊急口頭質詢的要求 於是就沒得讓你問 但沒得問也不重要 因為今天立法會大會就來了一個貴客 這就是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除了會在一個月或兩三個月有一次 在這個我現在不知牠的排期是多少 立法會有一次答問大會應該兩個月有一次 平時牠都說牠常到立法會 都會在一些立法會的大會裏面出現 時間比較短一點 就接受幾條問題的訊問 然後他就回答覆 今天有些議員當然是提到港鐵兩列列車測試信號系統撞車事件 包括我們看到的就是建制派有陳恆斌有提 謝偉傳有提 這個林鄭月娥在答覆這個建築測量界的謝偉傳議員提問的時候就說 香港得到今天的成就有賴包括港鐵、醫管局等供應機構多年努力 而面對工作量增加和社會上要求公開透明 這些機構都會出現問題 接著就說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個機構可以歷久不須永遠不會有問題 因此每一個機構都應該時常持有自我反省和更新的能力 你在說一句話 這件事這麼大件事 議員問你就是你政府究竟有沒有監察這個港鐵 港鐵出事之後有沒有提交報告給這個運防局 港鐵的最大股東佔了七成股份的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在這個港鐵的董事局裏面的成員有運防局長有運輸署長 這些政府人員包括主要官員和首長級的官員 那你是不是要監察這個港鐵政府有責任呢 上次港鐵有事又是把那些責任都推給港鐵 政府就關人 忍事四個大致 你林鄭月娥這些什麼態度呢 大哥根本沒有答覆到問題 什麼叫做面對工作量增加 社會要求公開透明 所以就會有問題 你如果沒有問題 公開透明和工作量增加都不會有問題 你真是狗不答白 你真是這個行政長官 如果是民選的 你早就要下台吧 老實說 最荒謬的一句是什麼呢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個機構可以歷久不須永遠不會有問題 大哥 你真是意思 只是撞車而已 任何一個機構都會發生問題 其實 問題就是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意外 或者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是不是要去追究責任呢 去查清查楚 是不是 以色公眾而慮 下次就不會了 那你的訊號系統的承辦機構 是不是又要負責任呢 諸如此類很多事情的嘛 大哥 要不然沙中線就不用設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去調查吧 林太 但是 在說什麼啊 真是 那接著就說 港鐵既然是一間上市公司 也有很強烈的公共責任 非常關心港鐵 如何能在日常營運和承接鐵路工程之間取得平衡 未來運防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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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不明白 一言以蔽之 就是政府沒有責任 現在你所說的 運防局長和港鐵政府董事會加把勁監督港鐵運作 這個本來就是你的責任 你是應該說我監督不力 對不起 是不是應該這樣 而不是說我會加強監督 那就是以前不夠加強 以前是沒有監督還是怎樣 如果是沒有監督 或者是被監督不力 那你的相關官員是不是應該引咎辭職啊 即是你說見到這些特首 見到這些官員 難怪現在的民意調查 是25年以來 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最低的時候